開始囉 來追我 來追我啊 快來追我 離開瓦納卡後 我們前往旅途經過的景點 卡捉納 歡迎來到南興的天堂 內衣牆 這片內衣牆一開始只是幾個遊客路邊休息的時候 忘了帶走內衣掛在這裡 隔天圍欄主人看到居然還熱心看爆說 這居然來什麼人欸 趕快來追喔 全國日報的記者覺得傻眼也更風暴了 全國人民也傻眼了朝聖 順便忘了帶走自己的內衣 最後就變這樣了 帶了位粉紅色的箱子是主愛目款箱 然後 逛完內衣店 我們啥都沒買繼續前往Aro Town 見證是有名的套金小鎮 魔戒也在這裡取景很多 秋天的時候 整片山啊 那邊是五顏六色的很漂亮 但現在我們來這邊找 已經沒掏到 沒看過魔戒 也沒看到秋景的我們 繼續前往造訪最多次的皇后鎮 我們來到了 極限運動的 城市 好幸運的找到一個車位 超懶的 普遍上找車位超懶的 難得在紐西蘭看到紅綠燈 大廚子超懶的 紐西蘭如果有這個橘色的號字 車子都要先禮浪洗腦 不然你會被罰錢 本來要吃一間 地下美食街 結果再整修 好吧 我先喝一口奶茶 兩百塊的味道如何 兩百塊的味道如何 Fuse啦還好喝 我在台灣去不喝飲料 好噴氣喔 到國外就會想喝 人就是半間 有的喝的時候不喝 沒的喝的時候就想喝 這奶精果燒 今天吃的日式料理 這兩個呢 各台幣四百塊 所以這一餐八百塊 好貴啊 開吃 哇 這是今天住的 Queenstown的 情侶的廚房 欸很棒欸 風景一整個很好 嗯 嗯 真的 可以去這邊 然後那個 而且那個pizza是free 哇 這個也有 是我們今天住的地方 欸 哈囉 哈囉 How are you? I'm coming from Taiwan 一間四人的雪兒園 昨天這裡租的是一個 印度人 然後上面租也是一個 加拿大人 印度人打呼操操 呵呵呵 呵呵 然後四個人 就共用一點 浴室這樣 早安了 現在在皇后鎮 然後Rita在安排一些行程 她留在YHA裡面用電腦 訂房間之類 然後大家還記得 昨天大排長龍的Furgo Burger嗎 這是我們第四次來Queenstown Furgo Burger 依舊 這麼多人 地表上最好吃的漢堡 地表上最好吃的漢堡 你覺得如何 吃過兩次 第二次還是很好吃 明天可能會吃第三次 她一夜時間超狂 早上八點 到早上五點 所以她等於0.5點的時候 休息30小時 公司整理一下 清乾淨一下 所以三小時以外 把你自己開 幾乎24小時都有 地表最強的漢堡就是這麼強 而且價格也不貴 跟外面漢堡比起來不算貴 而且超大一個 食量小的女生大概兩個可以吃一個 對 所以明天打算點什麼口味呢 小鹿反比 天啊 你上次點了一個什麼 就熱眼牛啊 吃了兩次啊 然後一個招牌的也是牛啊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就雞跟鹿沒吃過 它還有其他的吧 蠻多的 推薦大家來吃 在旁邊的那個 裡面有一個 Boston Cream Donut也很好吃 我明天也要買一個 然後在旁邊也是他們家的 賣冰淇淋的 離開Queenstown之後咧 我們就因為 買不到價錢的 專標啦 所以我們就新 改變我的心情 新去南下 觀光客叫少得 他們就比較久了 並且去更南邊的一個小鄉鎮 挖鮑魚啦 如果你想要挖這個POWER POWER就是 這個鮑魚的二門啦 你就要先去這個 Local的漁業鎮 領教師 聽NPC說過 如果沒有檢查得到 就要發錢喔 好 如果你去到那個漁業鎮 你會拿到一個 鎮 是怎樣 還有一個 這個 這個就是尺的意思啦 兩尺 公分數都在上面 我們要挖的鮑魚 有分這個 黑色的鮑魚 跟黃色的鮑魚 黑色的鮑魚 長度要超過 125毫米 125毫米就是這裡 配在這邊剛剛好 黃色的鮑魚很稀有 如果要的話 一定要超過 80毫米才可以抓啦 80毫米就可以對這個尺 這邊 要挖這個鮑魚的話 一個人一天呢 最多只能挖10隻 然後最小的尺寸也寫在這邊 要挖這個鮑魚 這個鮑魚 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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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來了 你再看看 喔 有效果 好 這隻可以拿回去 警察伯伯勒 會時不時檢查 檢查你有沒有抓超過10隻 他看到你有拿這個綠色的鮑魚 就知道 你有聽過NBC公告 那他就放心了 就不會抓你了 我們一起去挖鮑魚吧 GoGo YO 挖鮑魚要看超戲 我們太晚 Let's go 挖鮑魚地點又要徒步一小時 休坑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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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原來比 火災頻傳 旅館內除了基本的滅火劑 好村口 走廊上還有不少有關火的畫作 看起来有点阴森 Woo Vocadio给人的感觉就是 有点没活力 路上的行程和店内的店员 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是因为人口外移造成的高龄化 还有工业化 难怪没什么人要来玩 既然来到纽西兰 最南边的城市 不免熟的还是想追一下南极光 大家熟悉的北极光是由天空往地面发射 绿光为主带点紫红 南极光则相反 由地面往天空发射 以紫红为主带点黄绿 南极光之所以珍贵 是因为南半球的海洋多于陆地 可直接观察南极光的地方亦相对较少 最后我们也不负众望的 没追到 这是世界上最难的星巴克喔 最南边的星巴克 就这样一个很无聊的景点 这个就是这个城市最著名的景点 水塔 因为这个城市火站平船 所以他们就建了一个水塔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就是它的功用 就是一个观光景点 但好像也没什么人 所以我们要走了 各位又靠近都没靠近 又远处隔个路口拍个照就走了 来吃生蚝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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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吃生蚝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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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细嚼慢眼去感受他 还行吧 你覺得我在海上溜了 嗯 就很重的海味啊 我們進旅程 乾杯 謝謝 誰要渴 很多